生活中各种乐器的音色不同 是因为它们的波形不同 最基本的波形是音叉的波形 它在振动时进发出单一且固定的频率 其他乐器则是由各种不同的基本波形混合 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波形 那么这些波形是如何混合的呢? 我们先来试试看 如果将两个函数相加之后 它的图形会长怎么样? 右图为y等于f of x与y等于g of x的图形 下列选项合者为y等于f of x加g of x的图形 答案为a 之前我们学过 正弦函数y等于sinx的图形长这样 余弦函数y等于cosx的图形长这样 它们都是周期性重复出现的波动图形 我们来看一下 正弦函数y等于sinx的图形的周期是2π 余弦函数y等于cosx图形的周期也是2π 两个图形的周期相同 如果将这两个周期一样的波动放在相同的坐标平面上 能不能看出y等于sinx加cosx的图形长什么样子呢? 如果我们一个点一个点来看的话 当x等于0时 y等于sinx加cosx的值为0加1等于1 当x等于4π10 y等于sinx加cosx的值为2分之根号2加2分之根号2等于根号2 当x等于2分之π10 y等于sinx加cosx的值为1加0等于1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这些点出现的位置 跟y等于sinx与y等于cosx图形的相对位置 来感受一下两张图叠加上去的感觉 依据相同的方法 我们可以来看更多的点 下表为不同的x值所对应之y等于sinx与y等于cosx的值 试求这些x值所对应的y等于sinx加cosx 刚刚我们算出来不同的x值所对应之y等于sinx加cosx 接着我们将这些点逐一标示于坐标平面上 并用平滑曲线将这些点连起来 就可得到y等于sinx加cosx的图形 如图中的绿色的曲线 y等于sinx加cosx与正弦函数y等于sinx 余弦函数y等于cosx 一样都是以二π为周期的波动图形 与正弦函数余弦函数不一样的是 它的最大值不是1而是根号2 它的最小值不是-1而是-根号2 事实上 y等于sinx加cosx 也可以表成正弦函数的形式 首先我们把根号2提出来 得到根号2乘以括号 根号1sinx加根号1cosx 接着从45度45度90度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可得sin45度等于2分之根号2 且cos45度等于2分之根号2 所以可以将前面的根号2分之1改成cos45度 将后面的根号2分之1改成sin45度 得到根号2乘以括号 sinx乘cos45度加cosx乘si45度 最后 利用正弦函数的合角公式 sinα加β等于sinα乘cosβ加cosα乘siβ 将括号里的sinxcos45度加cosx乘si45度改写为 sin括号x加45度 便可将y等于sinx加cosx表称正弦函数的形式 我们将y等于sinx加cosx写成 y等于根号2乘上sinx加45度 即y等于根号2乘上sinx加4分之π 因此 从正弦函数图形伸缩与平移的概念 可以知道 将y等于sinx的图形 迁值伸缩为原来的根号2倍 正幅会变为根号2 在往左平移四分之π单位后 便可以得到y等于sinx加cosx的图形 因为它图形的正幅为根号2 所以最高点出现在y等于根号2 最低点出现在y等于负根号2 因此函数 y等于sinx加cosx的最大值为根号2 最小值为负根号2 这样的改写方式 我们称为将sinx和cosx叠合成 根号2乘sinx加4分之π 对于y等于sinx加cosx的图形 选出正确的选项 a 会通过点0,0 b 周期为2π c 最大值为1 d 最小值为负根号2 答案为b d 你能将y等于sinx减cosx 表称正弦函数的形式吗? y等于sinx加cosx 可表示成正弦函数y等于根号2乘sinx加4π的形式 在由正弦函数图形伸缩与平移的概念可以知道 y等于sinx加cosx的周期为2π 正幅为根号2 最大值为根号2 最小值为负根号2 想想看 除了将y等于sinx加cosx 表示成正弦函数 y等于根号2sinx加4分之π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表示法呢? 这个单元 我们将y等于sinx加cosx 表示成正弦函数的形式 并由正弦函数图形伸缩与平移的概念 得到它的图形 周期 正幅 与最大最小值 之后 我们将进一步介绍 y等于asinx加bcosx 表成正弦函数的方法 这个单元就到此为止 同学继续加油! 感谢观看